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该去消费 该去消费 他没有说该去教会去教会 我觉得他应该说大家都去教会祷告 这是美国总统应该说的话 可是呢 就在星期三 就在星期三 12月2号中午11点 在美国加州的San Bernardino 我们最知道 离我们最近 我们好多地方都没住在那里 发生了911以后 美国最大的一个恐怖袭击 刚开始说美国政府竟不承认是恐怖袭击 不知道什么心理 明显的是恐怖袭击 他竟然不说 今天早上在正式承认是恐怖袭击 那么这个恐怖袭击造成了多少人 造成了16个人死亡 原来14个 那么昨天又死了两个 在重伤中的两个 16个人死亡 而且这个袭击的地点 非常的特别奇怪 是一个提供福利 向残疑人提供福利的公益的设施 被袭击 那么这个公益的设施的服务区 有670个员工 他们向3万多个申请特殊的 贫穷的残疾人需要提供服务的 那么这些人 他们有一个party 这个party就是点圣诞灯 就在点圣诞灯的时候 这个恐怖分子开始袭击 两个枪手 向无辜的人 毫无防备的人 用AK47冲锋枪扫射 这两个枪手 都被称为 虔诚的穆斯林 我们知道这个男枪手 是在政府工作 有很好的待遇 他非常虔诚 他比基督徒虔诚 他每一天 五次的祷告 请问我们每天几次祷告 弟兄姊姊姊姊姊 最少三次吗 起码吃饭要祷告吧 对不对 五次 他每天两次去教会 每个星期七天 每一天两次去他们的 穆斯林教会 第一次是四点钟 凌晨 他去祷告 非常的虔诚 他的父亲说 他是非常非常敬虔的穆斯林 那他的妻子就更奇怪了 非常的神秘 即使到昨天才出现 他妻子的第一张照片 美国政府竟然拿不出他的照片 那这个人明显的 是个巴基斯坦人 在杜拜长大的 明显的 他是恐怖分子 这个女的 现在已经证明 他是恐怖分子 昨天我在开车的时候 听1300 我听到宗迅和高宁 做那个节目 谈到这个事情 他们谈得比较详细 宗迅 很难依住心里的那种 愤怒 他说什么信仰 什么宗教 可以让一个26岁的女孩子 放下六个月的婴孩 去屠杀别人 他没有想到 当他屠杀完 他的孩子就失去了父亲母亲吗 什么宗教 我们常常传福音 很多人不服气 说什么宗教都是好的吗 条条大路通罗马吗 那你基督教信耶稣 他可以信摩哈摩德吗 他可以信释迦莫尼吗 什么道路都是好的 只要信仰就是好的 No 我们小时候信过毛泽东 我们信过共产主义 多少人在共产主义的这里边 被生灵涂炭 文化大革命 多少人被搞死 我到了柬埔寨 布尔布特 三年 一个柬埔寨 七百万人的国家 被杀了三百万 三年 一年杀一万 三分之一国家人口 被共产党杀光 布尔布特 毛泽东的好学生 周恩来的好学生 当我研究布尔布特的时候 我发现他在中国生活了十三年 当时中国有两个节目在人在中国生活 大家知识都有个叫西哈努克亲王 每天在天门广场 个儿很小 站在毛泽东旁边挥手那个 还有一个从来不露面的 共产党的主要领袖 布尔布特 一直在中国生活 毛泽东接见过他三次 周恩来接见过他七次 他经常可以每个礼拜见 张春桥和 和这个叫什么 康生 他从 从康生那里学到了 清理阶级队队伍 在张春桥那里学到了 什么限制资产级法权 所以他到回到了 捷补带 他把中国学到的 王大米学到所有东西都用上了 灭绝人性 我到那去参观的时候 我这 圣经说人是罪人 我才知道人是何等的有罪 过去我都没有那么清楚 我说人是有好人的 当然这个好人跟上帝的要求 是有区别的 没有问题 达不到的 可是他毕竟还是行为上可以不错的 但是如果信仰错了 好人也会成为最大恶极的人 你说为什么 难道不是伯特不认为 他是为了一个美好的理想吗 他认为共产主义最好的 他认为人不应该有 有有有有钱 人不应该有知识 人就应该 人人平等 人不应该富有 所以他把所有的人都赶到乡下去 赶到集中营里边 每一天劳动十个小时 每一天三碗稀饭 所有的钱全部没收 货币没有了 前面不在那时候没有货币 货币不流通了 一切都由中央集权来说了算 然后男女分开 不能住在一起 男女不能住在一起的 男女分开 他跟他媳妇住在一起 所有的中央领导都有媳妇 还有情妇 他们在一起 今天中国不是如此吗 这不换了一个 换了一个这个什么 这个口号而已吗 我们叫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就什么都可以干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就什么都可以干 我那次我去参观的时候 陪我去的几个香港的商人 当然到了那个叫杀戮战场 看过那部电影吗 美国曾经拍的 叫杀戮战场 就讲这个 这个 布尔布特 乔森潘 他们怎么杀人的 杀人的 我都不能讲 我那天给余英石先生通电话 我说我去了柬埔寨 我们俩聊聊 我突然说到这个杀人 当我一说具体的时候 先生突然就哭了 80岁的老人说 不要说 我不能忍受 我听不了 我一听我就会疯的 他们杀人的手段 从来不用枪的 非常的残忍 有一棵树 500多个孩子摔死那个树上 那些士兵 拎着孩子的腿就往树上摔 底下全是小孩子的 尸体 我进去的时候 那几个人说 牧师 你不要去 你千万不要去 我们到这门口就会停下来 不会再进去的 我是经过死亡的人 我也经过苦难的人 我说我要看一看 我去看看 我过去所信仰的共产主义 究竟它坏到哪里 我去看一看 当我出来的时候 我嚎啕大哭 无法控制 我才懂耶稣说 盗贼来就是偷窃杀害毁坏 耶稣说我来了 是让你们得生命 并且得够丰盛的生命 过去我不懂 我才知道 除了耶稣基督 其他的信仰 都是盗贼 难道礼拜三发生的事情 不是盗贼的作为吗 不是撒旦的作为吗 难道布尔伯特 他们后面的男 没有黑暗的权势 盗贼 他们视生命为草剑 不尊重人的基本的权利 生存的权利 杀到什么程度 你知道吗 所有的手 没有老捡的 全是傻 戴眼镜的 全是傻 我们教会 我估计差不多都没了 有文化的 懂英文的 全是傻 但我们教会全完了 一个都没有了 你知道吗 弟兄姊妹 不是条条大路通罗吗 耶稣说 我是唯一的道路 真理和生命 没有他 为什么我们要传耶稣 为什么传 很多人说条条大路通罗吗 我们信都很好吗 我们都信过共产主义 很好吗 如有天疯狂起来的时候 苦难灾难就临到这个世界 所以今天我要谈 耶稣基督 我们进入到12月份了 我们开始讲到耶稣 我们知道12月 离圣诞节就近了 11月份我们称为感恩之月 因为11月份有一个节日 叫感恩节 最好的一个节日 在美国像过年一样 12月份有个更重要的节日 我们叫圣诞节 耶稣基督这个婴孩 倒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 刚才我们读了一段经文 那么我们看第一点 我们看第一点 我们看第一点 耶稣使人与神和好 圣经说 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 有一子赐给我们 正全必担在他的肩头上 他明称为奇妙 撤士全能的神 永在的父 和平的君 如果你好好去琢磨 以赛亚书这段话 它是指耶稣基督 他说他的政权于平安 必加增无穷 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 治理他的国 以公平 公义 使国 坚定 稳固 从今直到永远 万君之耶华的热心 必成就这事 我们知道这里面 很重要一个词 是我今天要讲的 耶稣基督很多很多的 我们可以在他身上 很多很多美好的词汇 但是今天我要讲的是 和平之君 和平之君 这个世界 今天没有和平 没有和平 而且会越来越坏 因为人们都远离神 政府也远离神 国家领袖也远离神 过去美国这个国家 每一个元首 都在神的面前 非常的敬谦 我们从华盛顿总统 我们到林肯总统 我们到里根总统 我们看一代代的总统 他们对上帝 包括布什总统 非常敬谦的 他们不仅是国家的元首 他们也是一个 普通的基督徒 他们谦卑的 用上帝的话语 来治理这个国家 但是我们看今天 完全都改变了 完全都改变了 当人们远离上帝的时候 苦难就会来 记住弟兄姊妹 苦难不是上帝给人的 苦难是撒旦给你的 撒旦给你的 当人类犯了罪 圣经告诉当时过去 当神创造人类的时候 人没有疾病 人怎么有疾病 人也没有死亡 整个的地球 像伊甸园 伊甸园就像一个滋润的园子 没有雨 没有洪水 没有地震 那个时候 人和神的关系 非常的和谐 滋润的园子 弟兄姊妹记住啊 很多我们做过大棚的人 我们知道 我们里边从来不下雨的 可是我们装件长得很好 因为里边是湿气 有湿气 滋润的园子 当人类犯了罪 当亚当跟夏娃犯了罪 后苦难生起说 罗马书说 罪因为一人进了世界 因为这一个人 亚当进入世界 死就接着而来了 弟兄姊妹 为什么叫福音呢 什么叫福音 保罗说 这福音本身的大能 就一切相信的 当死亡临到人类的时候 没有人可以脱离 那个时候 人不仅在死亡的咒诅下 人也在罪恶的捆绑下 人开始自私 骄傲 嫉妒 凶杀 只要人能够做的事情 坏的事情 人都会做 撒旦 进入你的心中 制造仇恨 制造仇恨 人类就开始 彼此的凶杀 人类的第一件凶杀案 在哪里 兄弟两个之间 对不对 亚伯和该隐 兄弟两个 当两个人去献祭的时候 亚伯所献的祭物 是出生的羊羔 蒙神的悦纳 那该隐所献的祭物是什么呢 出生的土产 神不悦纳 其实我们读圣经 我们没有读里边的含义 我们读的 好像神喜欢吃肉 不喜欢吃粮食 我们很多人说 神是 所以我们可以吃肉 不是这个道理吗 神喜欢亚伯 和 台湾读han 对不对 那个字和 和好的和 神喜欢亚伯 和他的贡物 首先神喜欢是亚伯 喜欢这个人 其次是他的东西 弟兄姊妹 如果一个朋友之间 如果你喜欢他 他给你任何一件礼物 你都非常的高兴 如果你不喜欢他 给你礼物 你干嘛 你也不要 对不对 重要是 神喜欢亚伯 为什么 因为亚伯谦卑 亚伯于神好 亚伯听话 听神的话 该隐教 大有能力 一切都靠自己 上帝不喜欢他的祭物 这种人 上帝怎么会喜欢他祭物呢 所以圣经说 当我们要神的命令 陷阱的时候 我们首先做给 谦卑的人 做给谦卑的人 所以该隐就杀了亚伯 杀了亚伯 人类的凶杀 一代就一代 人类不仅在这种苦难中 在这种仇恨中 没有盼望 人类还在死亡的证度下 没有出路 所以耶稣基督来了 有一婴孩 为我们而生 有一子 赐给了我们 政权 担在他的肩头上 弟兄姊妹 当耶稣基督 传福音的时候 耶稣说 我的国不在地上 在天上 对不对 他的门徒 那些犹太人 都推他做王 耶稣说 我的国在天上 不在地上 我的国是没有穷尽的 当时大家都嘲笑他 可能吗 今天你看基督徒 二十多亿 加上天主教徒 二十多亿的基督徒 从两千年 耶稣诞生到现在 一代一代的基督 没有穷尽 耶稣的国没有穷尽 他永远被我们尊从 他永远是万王之王 他是万主之主 你们 今天我们所崇拜的君王 在哪里 亚历山大 死了 三十三岁就死了 征服了欧亚大陆 还是死了 死的时候 他做了个棺材 亚历山大是个 很聪明的人 你知道亚历山大的 老师是谁吗 亚历山大老师是 谁 亚历斯多德 亚历斯多德 什么人物啊 柏拉图的学生 亚历斯多德 是亚历山大的老师 明师出高徒 他不仅是个君王 他不仅是个战士 他还是个思想家 他死的时候 他做了个棺材 因为那时候 他已经征服了亚欧大陆 他打到海边的时候 发现没有地方可以打了 他说这是世界的地级 我打遍了 结果他得了瘟疫 立即死了 33岁 死的时候他做了个棺材 做两个洞 一边一个洞 把手伸出来 然后他的士兵们 抬着他游行 明白什么意思吗 他什么都没说 就是伸着手 有一个思想家解释说 他说我打遍了全世界 我得到了全世界 我两手空空走的时候 我什么都带不走 人生就是如此 所以他还是个哲学家 他在哪里 我们所崇拜的中国的 李世民 唐宗宋祖在哪里 毛泽东在哪里 所有的君王都会过去 一代一代的过去 耶稣基督一代一代的 人们尊崇他 所以他会成为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Amen Hallelujah 我跟你讲 我很多东西 信主信的 我们有时候信的 好像没有信心 我觉得我们的耶稣好谦卑 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我们知道被钉死 我们没有想到他死里复活 他今天掌权的审判这个世界 我们没有想到这一步 我们只想到他钉死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死了 一想 哎呀 耶稣死了 你没想到复活呢 所以我们信的讲 就没有信心 没有喜乐 我过去也是啊 做基督徒好像做得 没什么喜乐 我记得2004年 不是 1994年 这个太老了 一想到那么长时间 我去美国国会 参加总统的早餐会 那时还年轻 我记得我第一套黑西装 就那个时候买的 过去都不穿西装 后来人家说 见总统啊 要穿黑色的 装重 所以我就买了一套黑西装 就见总统 三点钟就起床了 你知道吗 你看见总统 起早 沐浴更衣 打扮自己 五点钟开始安检 哇 那个安检 严格的不得了 然后我就去了 进入白宫 不是 那个白宫旁边 一个五星级的厚跳 在那里 跟总统吃早餐 我去到那个 餐中医院的请帖的时候 漂亮的不得了 我以为就请我一个人吃饭 结果我一看 请了三千多人吃饭 不是我一个 总统早餐会 什么国家的人都有 什么信仰都有 穆斯林也有 佛教徒也有 各国家的政治 经济 文化 宗教的领袖 集聚一堂 我啥都不是 我是个病人 从医院里请假出来的 去看总统去 我记得那天 出现很特别的件事情 他们介绍国王 各国家的君主 国王 总统 只介绍这些 其他的就不介绍了 三千多人介绍不过来吗 当然我肯定不会介绍我的 那还奇妙那天 他每次介绍一个人 那人的照片就上了这个屏幕 然后大家给他鼓掌 他跟大家挥挥手 大家鼓掌 因为太多三千人 三百个桌 结果介绍到加纳 这个国王 好 我的照片就上去了 摄影师就照着我 我旁边怼我一下子 我一抬头 我看是不是我 我这么一挥手 大家鼓掌 真是我 结果你知道 他们那摄影师 这耳朵带耳机子的 错了 那么大乌龙 有人体验 赶紧这个镜头 就一动 我旁边那个人 他们都会记得哪一桌的 但是记错了 可能我们俩把座位给做错了 总统 我还没注意他 啥得比我还黑 我觉得这个 这个美国人搞不清 我黑跟加拿大人黑的 还是有区别的 没有那么黑 结果他起来挥挥手 大家鼓掌 这个事情是过去了 但是突然高尔走上来 说我们全体起立 我们祷告 为世界的和平 让我们在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耶稣的面前来祷告 这个祷告 我一下又被震撼了 我就看这个加拿大总统 低头祷告 我就看 不管那个大胡子的 那个穆斯林也低下来头祷告 发现所有的君王都低 我和克里顿也低下祷告 我才懂什么叫万王之王 所以我们唱歌说 万王之王 我们觉得好像 好像就是圣经里写的词而已 那天当他们一低头一祷告 我才知道 什么叫万王之王 所有的君王 在耶稣的面前来祷告 他是君王的王 Amen 我是他的儿女 那我是谁啊 我是王子 Amen 哈利路亚 像不像 哈利路亚 我们姐妹是谁啊 公主 路亚 对你排完 弟兄说 你是王子 对姐妹说 你是公主 路亚 王子和公主 是有地位的 是有尊严的 对不对 是有权利的 那我们当然有地位 我们属儿女 上帝儿女的地位 我们得到了救恩 我们已经与神和好 通过耶稣的保险 与神和好 我们不仅是他的儿女 我们还有权利 我们有神伴的权利 我们有祷告的权利 耶稣说 我们在地上捆绑 他在天上就捆绑 我们在地上释放 他在天上就释放 我们还有什么 我们还要做 神儿女的尊严 公主的尊严 你看过那个 有一部电影啊 那个 一个欧洲的公主 出去访问那个 那是谁 谁演的 后来就丢了 晚上 叫什么了 罗马加日 是吧 你看人的公主 那什么地位啊 你长得也好看 对不对 公主 王子 你要活出你的地位 不要把自己混得 好像一个 真的是没家可归的 流浪人一样 对不对 我们有神 做我们的神 我们有家 教会 未来我们有永生 在神的预定里边 所以我们有什么惧怕呢 我当然没有惧怕 因为我们这位 耶稣基督 使我们与神和好 第二点 耶稣使人 与人和好 马太福音五章第九 就说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称为 神的儿子 使人和睦 如果用现代语 来翻译的话 就是 做和平的使者 促进和平的人 耶稣基督使人和睦 他不仅让我们与神和好 他也让我们与人和好 每当我们看到这个十字架 我常常说 这个十字架 这一竖 好像我们与神的关系 这一横 好像与人的关系 过去我们与神的关系 破坏了 因为我们不认识神 我们也不把神 当作神 我们把自己当神 我们把金钱当神 我们把权力当神 甚至有的 我们把健康当神 可是都靠不住 靠不住 所以我们与这位真神 关系被破坏 当我们与神的关系破坏 我们与人的关系就破坏 这个我们在中国 大陆生活的人 就特别有感触 你知道过去 我们讲斗争 斗争就是与人的关系破坏 因为我们不认识神 我们就把自己当神 我们就斗争那些 不像我们的人 和我们不一样的人 我们斗争他 所以毛泽东说 于天奋斗其乐无穷 于地奋斗其乐无穷 于人奋斗其乐无穷 十亿人民不斗行吗 七八年 我们就来一次 所以把中国斗得 穷得要死 人活得没有尊严 你看过最近张艺谋 排了一部电影叫归来吗 我就觉得张艺谋 可能排了那么多电影 这归来是他最好的一个 最好的一部电影 最有思想的 其他的都扯淡 不不不 其他的都一般 发音有问题 乃德都听到了生气了 你知道 我跟你讲 我就觉得这个归来 人的关系的那种恢复 女儿 妻子 丈夫 在一个恶劣的环境里面 他们之间的关系的破坏 破坏以后多痛苦啊 带来是什么 妈妈疯了 对不对 等爸爸回来的时候 妻子已经不认识她了 女儿悔改的时候 长大了 知道自己做了错事 悔改了 所以弟兄姊妹 耶稣来 就是让我们与人和好 与人和好 这一横是表示我们 人与人之关系 和好 首先 他让我们 外邦人 与神的选民和好 犹太人 那些信了耶稣基督的 通过圣经的真理 接纳外邦人 其实我们中国人 在犹太人眼中 也是外邦人 今天在穆斯林的眼中 我们都猪狗不如 猪狗不如 他们的信仰就是 强调他们是上帝的选民 其他都不是 但是耶稣来了 拆毁了中间的墙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 他拆毁了中间的墙 使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身体 合而为一 两下合而为一 外邦人与犹太人合而为一 所以我们不再做外人 我们是神的儿女 我们被称为真以色列人 什么叫真以色列人 基督徒就是真以色列人 犹太人也不见得都是了 因为犹太人在耶稣灭来之前 犹太人靠什么得救呢 靠祖宗的神得救 靠亚伯拉罕的神 以撒的神 雅各的神得救 当耶稣来以后 耶稣说除我以外 圣经说除耶稣以外 除我以外没有拯救 犹太人也得通过耶稣基督得救 所以我们今天信主的人 被称为真以色列人 我们是神家里的人 我们与圣徒同国 感谢主神给我们这样的地位 第二点 耶稣让世界充满和平 停止战争 旧约先知就对反对战争 渴望和平 在弥加书四章三到四节说 要将刀打成篱头 把枪打成镰刀 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 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 人人都要坐在自己的葡萄树下 和乌瓜火树下 无人惊吓 我记得苏联当年就 因着这段经文 弥加书这段经文 做了一个雕塑 送给了联合国 现在还摆在联合国的前面 大楼的前面 刀 枪打成了镰刀 刀打成了篱头 这国不攻击那国 所以当神 耶稣基督这个和平之君 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 就是要停止战争 可是我们看到很多的宗教 就不断地调戏战争 不断地调戏战争 屠杀那些无辜的人 叙利亚多少的基督徒 为主殉道 你知道埃斯走到哪里 只要你是基督徒 完立刻枪毙 谈都不谈 而且是在于一种 处决式的枪毙 多少的基督徒 为了信仰 这个真的是不容易 今天你知道 一年每一年 有十几万基督徒 被屠杀 在全世界 大多都在回教的国家 在穆斯林的国家 可是基督徒不反抗 不反抗 他没有祷告 那你说基督徒 哎呀愚蠢啊 怎么不反抗呢 耶稣说爱你的仇敌 为他祷告 这就是基督教的力量 爱的力量 永远超过仇恨的力量 当基督教刚开始 发展的时候 十二个门徒 带着耶稣的爱 把福音就开始传出去 从耶路撒冷 传到了安提亚 撒玛利亚 犹太全地 然后传到欧洲 传到美洲 传到亚洲 福音传出去 多少的宣教士 为主殉道 当人们杀他们的时候 他们都没有反抗 你知道我们小的时候 前几天我看一篇文章啊 好像微信上呢 我们小时候最崇拜一个英雄 叫方志敏 你们台湾人可能不知道 方志敏呢 这是一个 这个共产党员 他后来被国民党给杀了 政府给枪毙了 判了死刑 那我们说 他是被逼迫 国民党把他杀了 因为革命 他在监狱里还写了 几个文章 写得很出名 叫贫穷 还有一个叫什么 我忘了 反正我读过 后来我才发现 他为什么死呢 他杀人家宣教士 他把一个美国著名的宣教士 给绑架了 他索取十万大洋 所以这不是绑匪吗 就是土匪 绑票的你知道吗 后来被政府抓着枪毙了 他要这十万大洋的时候 这个牧师就跟弟兄姊妹说 因为教会很穷 弟兄姊妹奉献赎金 所以把他买回来 他说不要 我们达不到的 我们既是奉献达不到的 上帝让我这个时候为他去死 在监狱里面 杀了他和他的妻子 还有六岁的孩子 杀掉 后来美国政府给中国刺压压力 这蒋介石没有办法 他必须出兵来抓住这个方正明 这个真凶 向美国有个交代 就抓到了 判了死刑 通过法庭判决的 枪毙的 在我们小的时候 是我们心目中的英雄 其实是个绑匪 杀基督族的人 杀宣教士的人 多少的宣教士 他们为主殉道 为主殉道 他们爱他们的仇敌 他们为逼迫他们的祷告 他们不反抗 但是我们知道 今天的基督教 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一个宗教 还有信主最多的 他征服人心 征服人心 用爱来征服人心 我们也感谢主 所以我们的主 主耶稣 是让我们爱仇敌的 第三点 我们看到 他赐给我们心里的平安 耶稣说 我们在世上有苦难 但是我们可以放心 因为神 已经赐给我们平安 耶稣说 我将平安赐给你们 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我所赐的 不是世人所赐的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也不要胆怯 在约翰福音14章27节 耶稣说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我所赐的 不像世人所赐的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也不要胆怯 在患难中 主的平安与我们同在 我们就没有惧怕 你们 哈利路亚 那么第四点 我看到 耶稣也带来我们家庭的和平 今天的世界 多少的家庭是在征战中 不断的征战 男女的征战 一征征一生 当我们信了耶稣基督 我们发现主的爱在我们里边 我们开始改变 开始改变 我常常去给别人证婚 很多年轻人找我证婚 有些不信主的也找我证婚 为什么呢 因为找牧师签字 我们在韦基尼亚 美国只有加州证婚 你可以 那个牧师不需要 职照 可以的 加州和马里兰州 只有这两个州可以 这两个州都比较 liberal的州 我在韦基尼亚州 有一天 我们教会有一对结婚的 我就给人证婚了 我从加州搬过去 然后过了两天 师母就跟我说 你违法了 政府给你来信了 我说怎么了 你没有license 你给别人证婚 这麻烦大了 我一看 真的是 那怎么办呢 去补一个license 去政府考试 考试不重要 重要是按照圣经来宣誓 你所证的婚 不是没有假结婚的 美国假结婚很多 你知道吗 假结婚的很多 为了身份 没有假的 在上帝面前 你要宣誓 第二个 你要辅导 你必须给每个 结婚的人 给予辅导 这个对我来说 压力很大 辅导要占时间的 你知道吗 所以每次 我都要按照政府的要求 有人要结婚 有不信主的 说你给我签字就好了 我说我要辅导你 四堂课 你说他们会说什么 我们很忙 我们没时间 我说我更忙 我比你还忙 对不对 那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婚姻 你要走一生 你一点都不去学习 我们觉得有的时候 我们觉得结婚 我们就会了 哪有那么简单呢 结婚就会了吗 对不对 为什么很多人不敢结婚 不会吗 对不对 没学好呢 就不敢结婚 恐惧吗 对婚姻 婚姻里面有很多很多的 科学的 哲学的 信仰的 心理学的 各种的学问都寄负在你 婚姻里面 我告诉你 你学一辈子都学不会 因为婚姻不一样 有的婚姻甜美如蜜 有的婚姻 这个苦的如中药 你知道吗 婚姻是不同的 那你要 要有什么样的婚姻 耶稣说 你们要彼此相爱 你们彼此相爱 耶稣说 丈夫要爱你的妻子 就像耶稣爱教会 被教会舍命 妻子要顺服丈夫 就要教会顺服基督 很多的圣经的原理 只要我们学好了 实践的家庭中 我们就不一样 那我们今天呢 我们发现 我们中国大陆来的家庭 我们妻子呢 要做头 妻子要做头 指挥老公 指挥老公没有问题 老公就是给妻子跑腿的嘛 我们都愿意 但是在大决策上 一定要听丈夫的 因为神设立这个男人 成为一家之主 神的祝福是通过这个男人 留给其他人 弟兄姊妹要记住啊 你可能现在不懂 你过了五十岁才懂 神是通过这个男人 把祝福给家人的 给妻子 给儿女的 如果这个男人 他不像丈夫 这个家就没有保护 如果这个男人不像父亲 这个儿女 讲来不知道怎么做男人 就这么要记住啊 也要记住 当你进入婚姻 你要记住 圣经的这个规定 尽管跟我们现在文化不同 跟我们的想法不同 跟我们的个性不同 跟我们的背景不同 但是一定要学习去遵守 你的祝福就会满满的临到 否则你就会遇到 很多很多的难处 最后自己千疮百孔 才懂得道理 too late 对不对 所以我说你结婚之前 给你功课是对的 我跟师母结婚的时候 我做了多少题啊 不仅还要把圣经 所有的关于婚姻的观念 要读读读完了 还要还要还要 还要辅导 牧师辅导我们 还得填个表 那个表好像几百道题 一个一个的勾啊 你怎么看对方啊 各方面 看完拿到电脑去分析 分析两条曲线 这两个选哪里容易相撞 哪里容易出现问题 那辅导的牧师就说 你这块你们俩要小心 要注意 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 这个然后我们就懂了 我们进入婚姻 就会避免很多很多的挫折 那个电脑怎么样 记住啊 一定要记住 对我们有益 对我们有益 所以神爱在家庭里边 让夫妻互敬互爱 互助互眠 互相谅解 互相宽恕 互相体谅 互相顺服 而且还要专一 凡事光明磊落 不做暗昧的事 要信任对方 所以婚姻的基础 是神的爱 记住婚姻的基础 不是性爱 是神的爱 性爱维持不多久吗 七十多岁了就完了 对不对 还有什么性爱了 神的爱 责任 亲情 有一天会超过 你所看到年轻时候 那荷尔蒙的那种冲动 这个是长久的 所以我们这些 那这从哪里来呢 从神的话语中来 所以神说 爱是恒久忍耐 又有恩慈 爱是不嫉妒 爱是不自夸 不张狂 不做害羞的事 不计算别人的恶 不轻易发怒 不求自己的益处 不喜欢不一直喜欢真理 凡事包容 凡事相信 凡事什么 盼望 还有呢 凡事 忍耐 凡事忍耐 哇 不容易 很多人说忍耐吧 这就不对了 忍耐不是忍受 记住啊 凡事忍耐是带动 积极的恩慈的 体谅的 建造的方式 来进行发生 不同意见的处理 而不是忍受 不是忍受 是忍耐 我们感谢主 所以当我们看到 耶稣基督 他来了 给我们世界带来和平 给我们家里带来和平 给我们生活中带来和平 因为他是和平之君 你们 他让我们人与人和好 当耶稣定在十架上的时候 我们刚才领了圣餐 主的保血 主的身体 我们是通过他的身体 破碎的身体 通过他的保血 与神和好的 我们也通过他的 保血与人和好 神与人恢复关系 人与神恢复关系 当你也关于被恢复的时候 新天新地在我们面前展开 就是我们第三点看到 耶稣使我们进入到 新天新地 我们大家打开启示录 我们看到启示录 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 这是第三节 我从第一节读起 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 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 当你读的话怎么思想 这世界有天会废去的 一切都会结束的 那时候新天新地开始了 第二节 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 由天而降 由天而降 从神那里来 预备好了 就如新妇 装饰整齐 等候丈夫 哇 约翰在启示录用了这样一个感性的词 说当新耶路撒冷 从耶稣那里 从天降临的时候 我们每个人都像新妇一样的美丽 新妇 是指最美丽的新娘子那一天 装扮整齐 等待着丈夫来应许 我们等待 耶稣基督来应许我们 第三节说 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 看啊 神的账目在人间 他要与人同住 他们要做他的子民 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 做他们的神 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 不再有死亡 也不再有悲哀 哭嚎疼痛 因为以前的事情都过去了 所以听说明我们是有盼望的 我们虽然经历苦难 但是有天当新天新地来临的时候 我们这些装扮整齐的神儿女 就如新娘一样 等待着耶稣基督 来带领我们回新的家乡 那是更美的家乡 永远都不会废去的家乡 我们在永恒中与神同在 这是我们基督的盼望 也是我们的喜乐 Amen 哈利路亚 赞美神 我们也感谢主 我们请四琴的来上来 来我们唱一首诗歌 我们最近一段时间 大家要为岛 为加州的祷告 为我们的和平祷告 我们有很多弟兄姊妹 发生在我们附近的事情 我们心里面一直有 struggle 我们也常常问神 神你为什么让这些事情发生 我记得好像 礼拜四 纽约的纽约时报 头版头条 写了一个标题 神啊你在哪里 你们看过纽约时报吗 神啊你在哪里 拍了一个照片 是好像四个总统 祷告的照片 好像我在微信上 发挥了一段照片 你们看过吗 四个总统 有在任的 有退休的 一起来为世界和平祷告 神啊你在哪里 我们人类常常问神在哪里 当我们发生地震 我们问神你在哪里 为什么不帮助地震中 那些苦难的人 当我们911出现了 说神啊你为什么不控制 这个恐怖分子的行为 神你在哪里 我记得有一天安妮 葛培里牧师的女儿安妮 在一次华盛顿的讲演中 她说 人们常常问神你在哪里 可是我们有没有问 我们把神放在哪里 今天美国的学校 把神赶出去 不让孩子们在祷告 不需要圣洁的经文 放在学校里面 可是我们允许什么进来呢 同性恋 没有问题 吸毒没有问题 大麻开始合法化 喝酒没有问题 群居没有问题 婚权性行为都没有问题 因为是人权 可是我们不许神 在我们生活中 那你发生事情 为什么问神在哪里呢 因为你不在乎神 你也不需要神 你也不把神当作神 我们却遇到难处 在来的神的面前 神你在哪里 我相信耶稣 一定在为神流泪 我相信耶稣 在施加上那天 他告诉过我们 这个世界充满了凶险 充满了苦难 但他告诉你 不要怕 不要怕 我与你们同在 我真是盼望 我们的国家 让耶稣做主 圣经说 那以耶华为神的国 是有福的 我也希望我们的家庭 让耶稣做主 不再有争执 在基督的爱的里边 在我有限的生命中 好好地彼此相爱 我也希望我们的教会 每个人都成为爱的使者 把耶稣的福音 传给那些新移民 那些有需要的人 我们弟兄姊妹 也彼此相爱 让人们看到我们 说哦 神的儿女 耶稣的门徒 哈利路亚 我们起立 求你的国度降临 我们一起来唱牛师哥 宣告 耶稣的国度要降临 祝福音 你的慈爱 高级祝天 你的公义 存到永远 神啊 万神之中 没有可比你的 你的作为也无可及 神啊 醒起 是愁的慈善 无有一人你的欢喜 神啊 醒起 是愁的慈善 求你国度降临在这里 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 你的慈善 道集如天地的供应 你的供应 真到永远 神啊 万神之中 没有可比你的 你的作为也无可及 神啊 醒起 是愁的慈善 求你无人你的欢喜 神啊 神啊 醒起 是愁的慈善 求你国度降临在这里 神啊 醒起 神啊 醒起 是愁的慈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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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你国度降临在这里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啊 当我们站立在这里面前 我们是神的儿女 我们是艺人的后代 我们站在这里为美国来祷告 为加州来祷告 为我们所住的城市 Sommerindo来祷告 主啊 求你来兴起你的儿女 兴起你的子民 祷告的大军 主啊 来到你的面前来祷告 奉你的名 我们要宣告捆绑撒旦魔鬼 一切的作为 让你的和平和公义 在这个土地上彰显 拣选你 合理心意的仆人 来管理国家 来治理这地 哈利路亚 主啊 奉你不要捆绑 这些恐怖分子的一切的作为 捆绑他们 让他们一出来就显现的阳光之下 就被人认出来 主啊 我们谢谢你 给我们属灵的眼光 保守你的教会 保守你的儿女 在这末世的时候 主啊 有你的同在 在恐怖面前 我们没有惧怕 因为只有爱 才可以征服一切 哈利路亚 我不知道我们这里有没有 还没有吸引耶稣的朋友 如果你愿意在今天 你说主耶稣 我要成为神的儿女 兴起我 成为祷告的人 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你举手为你祷告 愿意成为神的儿女 说主耶稣我愿意接受你 做我的救主 你举手为你祷告 哈利路亚 赞美主 感谢主有一位后面 哈利路亚把掌声给的那位姐妹 还有没有 还有没有 做神的儿女 感谢主又一位姐妹 来到耶稣的面前 哈利路亚 还有没有 还有一位姐妹 感谢主哈利路亚 愿神得到你的生命 赐给你一切的祝福 还有没有 哈利路亚 圣经说若有人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 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刚才圣经也告诉我们 一切都会过去 唯有神的救恩永远的同在 还有没有 哈利路亚 如果我们心里有恐惧 强奸案以后 我们心里面有恐惧 惧怕 你也去说来的主 主帮助我 让我没有惧怕 圣灵充满我 给我能力 哈利路亚 感谢主 圣灵充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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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灵充满我